学员朋友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土地增值税这一节里的第四组考点 扣除项目 在这里呢打了三颗星 这是因为呢 土地增值税的扣除项目和土地增值税的计算是紧密相关 我们要想计算土地增值税 你先要确定应税收入 这个我们上一讲讲过 然后你要确定扣除项目 我们马上要讲 应税收入减扣除项目 我们才能算出土地增值额 从而我们后续才能算出土地增值税 而我们最近这些年 每年CPA税法考试中计算问答题里呢 往往都会有一个题目涉及到土地增值税的计算 而且呢计算过程会涉及到扣除项目及其金额的确定 所以这部分内容特别重要 土地增值税的扣除项目一共有六项 但是这六项扣除项目啊 有的是适用于新建房转让的时候可扣的 有的是适用于二手房存量房地产转让的时候可以扣的 那也有的扣除项目是新建房转让存量房二手房转让都可以扣除的 所以呢学员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这一部分要特别的仔细 我们首先呢来看第一个扣除项目是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这个项目呢它既适用于新建房转让可扣 它也适用于存量房地产转让它也可以扣 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它包括了拿地的这个地价款 和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时候 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的有关费用 这个有关费用包括你就为了拿地嘛 你要按国家规定可能还要交和拿地相关的费用 甚至于包括汽税 房地产开发企业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汽税 应适同按国家统一规定缴纳的有关费用 寄入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中来扣除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扣除项目是房地产开发成本 房地产开发成本它仅适用于新建房转让可扣除 那么存量房二手房转让就不能够去扣除房地产开发成本 这一点要小心 具体来说房地产开发成本它包括土地征用 即拆迁补偿费 那么我们注意一下这里的土地征用和拆迁补偿费 并没有放在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里 这大家一定看清楚 咱们考试经常考选择的 而且就是这种小细项拿出来让你选 所以我们看土地征用和拆迁补偿费 包含像土地征用费 耕地占用税 这些都放在房地产开发成本里 而没有放在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里 看清楚 另外前期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 基础设施费还包含着开发项目的排污费 就这种括号里边的 大家都觉得是边边角角的 考试的时候却容易命题 另外公共配套设施费 开发间接费用等 都属于房地产开发成本 接下来呢 是第三个扣除项目 房地产开发费用 这个项目只适用于新建房转让可以扣除 存量房地产转让 是不能扣除房地产开发费用的 那么什么是房地产开发费用呢 它指的是与房地产开发项目有关的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那么在这儿我提示一下大家 这三项费用 平时我们会计核算的时候 喜欢称之为期间费用 因为呢这个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咱们平时会计在算利润的时候 是按照期间来进行核算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计算土地增值税的时候 这三项费用不是按照期间来核算 而是按照对应的项目来核算 这点一定要注意和你算利润 算所得税的时候期间费用的扣除不同 那么在这里呢房地产开发费用的具体扣除规定 我们来看 第一 纳税人能够按照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 利息支出 并能够提供金融机构贷款证明的 这什么意思啊 因为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 他有可能他同时开发多个楼盘 那比如说他开发有万年花城 还有一个千年花城 他开发多个楼盘 那如果他在开发这些项目的时候 能够按照万年花城 还是千年花城这些项目 计算分摊利息支出 并且拿到金融机构贷款证明的 那么我们看 允许扣除的房地产开发费用 可不是按照他实际 账面上记录的某一个期间的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扣除不是 他是需要用特殊的计算公式来确定扣除的 首先由于我们刚才说了 能够知道你这是万年花城 还是千年花城的利息支出 还拿到了金融机构贷款证明的 那么利息就可以扣除了 但是呢我们又说呀 这个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不仅仅有利息啊 我们还有其他开发费用啊 那么其他开发费用啊 大家注意 是要按照咱们前边讲的那两项 取得土地使用全所支付的金额 和房地产开发成本 那两项之合的 5%以内 内到什么程度 各省自治区 直下是他有不同的规定的 咱们考试的时候 咱们考试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比如说咱们以前就考过 说当地就确定了 他那个比例是4% 那你就得按4% 如果他告诉你说就是5% 你就按5% 如果题目中什么都不说 他不说 这个取得土地使用权 支付金额 反显开发成本的什么比例 他不说你就用5% 换句话说 题杆中给你了 和5%不同的比例 你就得用他给你的条件 不给你的你就用这5% 接着提示大家 上述啊 公式中所说的 可以扣除的利息 它是有条件限制的 最高不能超过 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 计算的金额 换句话说呢 超期的超标的利息 以及罚息都不能扣除 所以我们注意 房地上开发费用扣除的 第一种情形 根本不是按照账面上记录的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一定要注意 它是看你的利息非常确定 而且能得到金融机构贷款证明 能证明你是为哪个楼盘 开发支付的利息 那你在算这个楼盘的 它的房地产开发费用的时候 没有超标的正常的利息 有金融机构证明呢 可以扣 同时还可以扣 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和房地产开发成本领域上 支合的5%以内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第二类情况 是纳税人不能按照转让房地产项目 计算分摊利息支出 或者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贷款证明的 那他有万年划成 有千年划成 两个楼盘 结果他借钱是混借的 然后金融机构也不能证明说 你这借款就是为了这个 或者就是为了那个的 也包含他全都使用自有资金 他就没有利息支出 这样的情形呢 在这种情形下 利息就不让你扣了 利息不让你扣了 房地产开发费用还是需要你去扣除的 那怎么扣呢 允许扣除的房地产开发费用 就等于咱们第一项和第二项支合 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加上房地产开发成本 这两项支合的10%以内 大家会注意到 利息在这里没有让他扣 但是呢 前两项支合的比例 比刚才第一种情况 利息可扣的情况 我们发现这比例要高了 是10%以内了 咱们前面利息可扣的是5%以内 这个比例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看一下 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房地产开发成本 两项支合的10%以内 考试的时候要看清 题目给你的条件 因为咱们以往年度 曾经给过9% 这个比例条件的 也给过8% 这个比例条件的 也有 他就什么都不说的 他什么都不说 你就用这10% 接下来 是第三点要注意的呢 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如果他又有向金融机构借款 又有其他借款的 那么他的房地产开发费用 计算扣除的时候 不能够同时用 前面这个金融机构 那个利息能扣 然后再有一个不能扣的 你不能同时使用 这两种办法是不可以的 你只能使用其中的一种办法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防止 有一些 那是人说 哎呀 那个我这里有金融借款 我这利息可以扣 但是不是全部是一部分 由于扣了一部分 那么我后边是不是 那个比例用个10%以内 哎呀那个你不能混用 不能两头去占好处 接着给大家一个拓展的知识点 土地增值税清算时 按照会计规则 已经计入房地产开发成本的利息支出 应按照土地增值税规则 调整至财务费用中计算扣除 这是什么意思 我提示大家 这个拓展的知识点 就是我们大家考试 在做计算题的时候 读题的时候要小心的 土地增值税呢 是存在税块差异的 什么意思啊 土地增值税 这税块差异说的什么 就是咱们本身企业啊 它在进行房地产开发核算的时候 进行会计核算 房地产开发 利息是资本化的 是计入成本的 而咱们土地增值税 让你计算的时候 那利息没在成本里 是在房地产开发费用里 也就是土地增值税 对利息核算的要求 和会计核算的要求不一样 那你平时核算 你肯定按会计要求去算账 而算土地增值税的时候 在你的报表上 要符合土地增值税计算的要求 这样就会出现 你按照会计规则 平时利息是放在房地产开发成本里的 在你算土地增值税的时候 把成本中的利息拿出来 放到财务费用中 这个拿出来不是说改账 是在咱们相应的申报表里去体现的 因此提示大家重要的话说三遍 我们要注意 土地增值税利息这块 它有税块差异 考试的时候要审题审题再审题 所以我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如果呀 题目中这么说的 房地产开发成本五千万元 其中利息支出一千万元 什么意思 题目如果这么给你写 他都说其中了 利息在成本里头 说明这五千万元是会计口径的成本 那么我们在算土地增值税的时候 计算土地增值税扣除的那个成本 和会计成本不一样 我们要从成本中调出利息 计算土地增值税的房地产开发成本 只有四千万元 那如果题目这么给你的 说房地产开发成本五千万元 分号利息支出一千万元 分号并列关系 语文小学语文一定要学好 分号并列关系 那么利息支出一千万元 他就没放在开发成本里 是成本之外的 所以就意味着这五千万元 就是计算土地增值税口径的 房地产开发成本 所以我们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审批 接下来我们看去年考过的一个多选 房地产开发企业计算土地增值税时 下列与开发项目相关的支出中 属于扣除范围的有哪些 选项A 预期贵还贷款支付的罚息 咱们刚才说了罚息不让扣的 超标的利息罚息都不让扣的 所以选项A不能扣 选项B开发项目的排污费 这是咱们前面说的 你得看细致点 那括号里面的那么细致的 它都考你了 开发项目的排污费 可以扣除 选项C 开发项目的公共配套设施费 可以扣除 土地的拆迁补偿费 可以扣除 我们要选择 B C D 那么那个开发项目排污费 我们说括号里的 它是放在基础设施费 后边跟着的那个括号里 大家要注意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某企业开发房地产 取得土地使用权 所支付的金额1000万元 房地产开发成本为6000万元 分号后边是并列的 向金融机构介入资金 发生利息支出400万元 能提供金融机构贷款证明 并且可以转让房地产项目合理分摊 但是又告诉你其中 超过国家规定上幅幅度的金额 为100万元 400万元中有100万元是超标的 那超标那部分就不能扣了 接着该房地产所在地政府 规定能够提供金融机构贷款证明 并且可以合理分摊利息支出的 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的 计算扣除比例为5% 那么这个企业允许扣除的 房地产开发费用是多少 在这你看 他能提供金融机构贷款证明 按照房地产项目合理分摊 那么这利息可扣 但是超标的部分不能扣 所以400万元中有100万元不能扣 只能扣300万 利息扣完了 还有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 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和房地产开发成本两项之合的5% 我们算出来以后650万元 接下来呢 是扣除项目的第四项 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这个项目呢 它既适用于新建房转让可扣 也适用于存量房地产转让也可扣 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在土地增值税条例和细则中明确的 有三个 一个是承建税 一个是印花税 还有一个教育费附加虽然不是税 但是适同税金扣除 它只是明确列了这三个 那么我们有一些同学看到这里 就纠结了 就凌乱了 原因就是我们教材426页上 它提到了房地产开发企业 转让房地产那个印花税 它说是在管理费用中核算的 那么随着咱们前面的第三项 房地产开发费用里面 就包含着管理费用 那在第三项那 它等于随着那个就扣了 因此在这儿不能单独扣除 这是我们教材中426页上明确收录的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同学比较凌乱的是说 在这里明确列出来可扣的成建税 印花税教育费附加 它可没说地方教育附加呀 所以税法条款中 可扣除的税金和附加中 既然没有说地方教育附加 那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又看到有扣地方教育附加的 那到底能不能扣啊 因此这两个问题 我给大家做一下解答 首先呢 关于印花税这个问题 印花税 咱们在列计算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的时候 可扣除的税金中啊 它有印花税 但是呢 房地产开发企业这块特别特殊 在全面实行银改增之后呢 营业税金及附加这个科目就改名了 改成税金及附加 印花税呢 在全面银改增之前 它呢 是放在管理费用科目中核算的 全面银改增之后 它就不放在管理费用中核算了 它放在税金及附加这个科目中核算了 所以它就没列入管理费用 我们如果从税理或者法理这个角度来说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印花税 它已经不存在费用税金双重扣除的可能性了 因为咱们原来不让它扣除 是说你在房地产的那个管理费用中 你扣了啊 就等于那个相关费用中扣了 然后你税金这再扣 你不就双重扣除 现在它不可能出现双重扣除了 实际上呢 它从法理角度来说 是可以作为税金及附加扣除的 但是但是很重要啊 税务机关没有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印花税 能否单独扣除 做出明确规定 现在我们面对都是老规定 新规定 说它能扣了 这个规定 没有 没有这个规定 我们只能按照老政策来处理 老政策就是不让它扣 不让它扣啊 不是说所有企业印花税都不能扣 不是 只有房地产开发企业印花税不能扣 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印花税 一直都可以扣 好 接下来呢 提示大家 CPE考试命题一般呢 都会回避有争议的问题 所以咱们考生复习的时候 就按照教材掌握 就这里 你就知道房地产开发企业印花税不能扣 你就按那个掌握就行了 第二点要做的说明 就是地方教育附加能不能扣除 你必须要看题目的要求 题目要求说计算扣除的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它都说出来了让你扣了 那你地方教育附加你就扣了 那如果题目中只说计算可扣除的 教育费附加 它没说地方教育附加 你就别扣地方教育附加 因为地方教育附加能不能扣 目前在咱们全国各个省市规定是不一样的 有的省市规定可以扣 有的省市规定就是不能扣的 所以呢在这儿呢 考试的时候它会给你非常明确 你要看题目的要求 它有没有在让你计算扣除的时候 提到当地同不同意扣除地方教育附加 或者它是不是要求你去扣除地方教育附加 接下来我们考生还要特别注意 变系计算土地增值额的时候 可以扣除的与转让新建房地产 有关税金的具体规定 而且呢我在这儿要特别提示大家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非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税金扣除政策是存在差异的 我们在学习这部分内容的时候 要特别的细致 我在这儿给大家列了表 我们大家看房地产开发企业 在转让环节可以扣除的税金 是承建税教育费附加 印花税按教材掌握 你就认为它是不能扣的 接着就是非房地产开发企业 转让环节可以扣除的税金 有印花税承建税教育费附加 它们不一样的 提示大家在全面银改增之后呢 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实际缴纳的承建税教育费附加 凡是能够按照清算项目准确计算的 是允许它据实去进行扣除的 如果它不能够按照清算项目准确计算 就按照这个清算项目预缴增值税的时候 实际缴纳的承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来进行扣除 所以我给大家归纳了一句话 就是我们教材中这一段文字 它想表达的就是能准确计算的 按清算项目据实扣除 承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不能按清算项目准确计算的 按预缴时的实缴数来扣除承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下面呢是扣除项目中的第五项 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这个其他扣除项目适用的范围很窄 它仅适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 新开发房地产的转让 所以我们大家注意啊 不仅仅它强调是新建房 而且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新建房 它的转让我们可以按照财政部规定的 其他扣除项目来进行扣除 我们看一下这个扣除实际上是一个家计扣除 我们现实中经常称之为家计扣除 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 按照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和房地产开发成本这两项之和 就是咱们前边一二两项之和 乘百分之二十 所以提示大家 这个扣除项目 我们现实中很多人管它叫家计扣除 仅对房地产开发企业 转让新开发的房地产有效 而非房地产开发企业没有这个政策 这个咱们考试经常考到 第二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后 它没开发就转让了 拿到一块地没开发就转让了 不能家计扣除 那你不能说我这个公式里有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但是我没开发房地产 开发成本是零 那我有一项是不是可以家计扣除 不可以你必须是要经过开发的 然后才可以有家计扣除 下面我们来看例题 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整体出售了其新建的商品房 以至与商品房相关的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和开发成本 共计一亿元 该公司没有按照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借款的利息 该项目所在省政府规定 计征土地增值税时 房地产开发费用扣除比例按照国家规定允许的最高比例来执行 与转让商品房有关的税金直接告诉你了200万元 计算转让该商品房项目缴纳土地增值税时 应扣除的房地产开发费用和其他扣除项目的合计金额 在这里我们注意他让你算房地产开发费用和其他扣除项目 这两项的合计金额 就是咱们刚才不是给大家说了一二三四五项扣除吗 他没有让你把那五项扣除都算一下 他只是让你算第三项和第五项 这两项加在一起的合计金额 第三项房地产开发费用 由于呢我们看这个公司呢 没有按照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 利息就不能扣了 那么房地产开发费用 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房地产开发成本两项之合的10%以内 内到什么程度呢 题目告诉你了最高比例 那就是10% 另外呢其他扣除项目 因为他是房地产开发公司 他建了新建商品房去转让的 所以他有一个加计20%扣除 还是前两项之合的20% 这样我们就计算出来了3000万元 下面呢是第六项扣除 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 这一项扣除仅适用于存量房地产转让可用 新建房转让不能够使用这第六项扣除 税法规定 纳税人转让旧房的 也就是二手房 应按房屋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 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 和按国家统一规定缴纳的有关费用 以及在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 作为扣除项目金额 计征土地增值税 大家看清楚啊 他说转让旧房的让你扣什么 一个是咱们这说的评估价格 就是我们说的第六项 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地价款 和按国家统一规定缴纳关费用 说的是第一项 咱们刚才前面说的第一项 还有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 这说的是我们前面说的第四项 146 因为咱们一共六项扣除啊 在这儿旧房及建筑物评估价格 你可以扣这三项 其中的评估价格 要用重置成本价 乘上诚心度折扣率 重置成本价 重新建这个一个房子 你整体要花费多少钱 但是呢 你转让它的时候 它不是新房 要看它几成新 所以在这里呢 有诚心度折扣率 在这儿给大家举例子 某企业转让一幢 使用过多年的办公楼 经当地税务机关认定的 重置成本价 完全重新建一个 一亿两千万元 诚心度折扣率 它几成新啊 70%就是我们所说的七成新 那么这个办公楼的评估价格呢 就是重置 完全的这个成本价 一亿两千万 乘上70% 我们算出来呢 8400万元 接下来呢 我们要面对的 是稍微有点复杂的情形了 就是纳税人转让旧房及建筑物 凡不能够取得 咱们刚刚说过的评估价格 但是它能够提供购房发票的 经当地税务部门确认呢 可以按照发票所载的金额 并且呢 从购买年度起到转让年度值 每年加计5% 来计算扣除 这里他强调的 就是纳税人 如果他转让这种二手房啊 就是旧房建筑 他用过的 他去转让了 不能够取得评估价格 我们就去找他原来买房时的发票 然后我们看原来买房时发票 那个时点是什么时间 然后再看你转让这个房子 又是什么时间 在这两个时点 这个期间来看 每年就是按照这个时点来看 满12个月的算一年 超过一年 没有满12个月的 但是超过6个月的 可以视为一年 这什么意思呀 我在轻易里面给大家举了例子了 比如说我从买房到卖房 这两个时段啊 就没到12个月 我很快买了就卖了 我这才几个月呀 才8个月 我就把这房子卖了 由于没到一年 就是你不能取得评估价格 你能够提供购方发票 也不能够按发票所载金额 去加计5% 因为你不到一年 就不能加计这5% 现在假定哈 我买这个房子到卖 是一年零五个月 一年零五个月 那么一年零五个月 在这呢 等于你从买到卖 已经够12个月了 就算一年 那五个月 没超过六个月 所以你一年零五个月 你只能够加计一个5% 但是如果你是一年零七个月 卖的 你就可以加计两个百分之五 因为一年零七个月 那七个月超六个月了嘛 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啊 同时这个政策也告诉我们哈 就是旧房 及建筑物的转让 不能够取得评估价格 你提供购房发票的 咱们并没有让你去算这房子损耗 说你原来买的时候一百万 现在损耗以后 它是不是就价值低了 没有 它价值是增加的 每年加计5% 接着就是对纳市人购房时缴纳的弃税 凡是能够提供弃税凭证的 准以作为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予以扣除 但不作为加计5%的基数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归纳 弃税的扣除 这一部分内容是在清一的701页的下方 我们大家能看到那有一个表 那我在这里呢 因为一列表的字特别小 我就用文字给大家表述了一下 我们注意一下 如果是转让新建的房地产 那么汽税扣除可能会涉及到什么情形呢 就是它为了建这个房地产 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时候 缴纳汽税 是放在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中去扣除的 如果呢 是转让的二手房存量房 不能够取得评估价格的 不能取得评估价格 咱们就得是按照那个发票所载金额 每年不是加计5%扣除吗 那你买房时的汽税呢 要提供完税凭证 证明你交过 作为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予以扣除 但不作为加计5%的那个金额基数 如果是转让存量房能够取得评估价格的 汽税就不能单独扣除了 它已经包含在评估价格里了 它就不能拿出来扣除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大家注意这三种形象 对于转让旧房地建筑物 既没有评估价格 又不能提供购房发票的 税务机关可以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5条的规定 实行核定征收 然后我们大家注意这一段话 考过好多次 都是计算问答题里 他一般都问你说 如果纳税人转让旧房地建筑物 既没有评估价格 又不能提供购房发票的 该如何处理 然后你不用把这一大段话都写上 你只强调四个字 核定征收 这分就拿到了 接下来 对取得土地使用权时 未支付地价款 或者不能提供已支付的地价款的凭据的 就不允许扣除取得土地使用权时支付的经济 所以老有同学说 我卖二手房 我在扣除的时候 怎么没扣除取得土地使用权 你要看题目给你的条件 题目他没说他支付地价款 或有有地价款凭据的 那他就是不能扣除取得土地使用权时支付的金额了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审题 不要想当然啊 接下来我们看例题 位于县城的某商贸公司 他是增值税一般大神 大家看清楚 他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是商贸公司 2021年3月 销售了一栋旧办公楼 取得含增值税的收入 1000万元 缴纳印花税 0.5万元 因无法取得评估价格 公司呢 就提供了购房发票 该办公楼呢 购于2016年的1月 购价是600万元 缴纳弃稽18万元 他能够提供 弃税的完税凭证 以至呢 该公司 他选择了 简易计税办法 计算增值税 我们注意一下 他是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 为什么能够选择 简易计税办法呢 是因为 他购买这栋办公楼的时候 是盈改增值钱 你看是2016年1月嘛 该省呢 允许地方教育附加 在税金及附加中扣除 则该公司销售办公楼 计算土地增值税时 可扣除项目金额的合计数 为多少万元 这个转让的 是存量房地产 有二手房 可以扣除的 首先找评估价 没有评估价的 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啊 这购房发票 每年加计5% 然后呢 我们还要考虑什么呢 要考虑 他可扣除的税金 可扣除的税金 我们要看啊 在这儿 这个契税是可以作为 可扣除税金 去单独扣除的 因为他是按这个购房发票 去计算的那个扣除啊 他没有评估价 要有评估价 契税在这里就不能单独扣除了啊 另外呢 我们还要考虑 可以扣除的 像承建税 两个附加 另外呢 还有印花税 印花税他都给你了 0.5万元 此外 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由于题目中 没有给你相关条件 他都没说 你就认为呢 他没有相应的凭据 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你就别给他扣了 那我们来看具体的计算了 他作为非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一般大事人 他转让的是 盈改增之前 取得的不动产 他是可以选择 简易计税方法 来计算增值税的 用取得的全部价款 和价格费用 扣除 他不动产购置的原价 或取得不动产时的 作价后的余额 作为增值税的销售额 按照5%的征收率 来计算增值税的税额 你这个增值税额 你确定了 你才能够去计算出来 成建税和两个附加 因此呢 就这个题目啊 他的考点实际上 是基于你前面增值税 你能够把相关增值税的知识 要把握的比较扎实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学过的 他从购入到转让 每满12个月 可以加进一个5% 那么在这呢 我们先看啊 他购房发票上 写的是600万 满12个月 可以扣一个5% 他是2016年的1月买的 2021年3月 他转让的 我们看一下 他已经超过了5个12个月 因此呢 他可以扣5个5% 就本身600万可以扣 还可以呢 再扣600万的5个5% 此外呢 我们再看 他还可以扣什么呢 原来购房时的汽水 原来购房时的汽水 那么在这里有18万 可以扣 印花税是提干中给你的0.5万 然后就是承建税和两个附加 你要想算承建税和两个附加 你得先把增值税算出来 我们拿1000万减去600万 差额呀 外来的差价 自建的全价 我们在学增值税的时候 这部分内容 你必须要搞扎实 否则到了土地增税这你就算不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做价税分离乘上5% 算出增值税了 然后不要忘了 我们要计算承建税和两个附加 承建税要看纳税所在地 纳税所在地 在县城镇的 它的承建税的税率是5% 两个附加 3%和2% 两个征收的比例 这个你都是要记得很清楚的 这样我们才能计算出 可扣除项目金额的合计数 在这里呢 也是要给大家相应的提示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等规定的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 涉及到的增值税的进项税 这说的不是肖像 说的是进项 凡是可以从肖像税额中抵扣的 就是可抵扣进项 那你都去抵增值税了 就不能记入土地增值税的扣除项目 也就是你可抵扣进项 你是肖像减进项 你是通过负债类账户 在进行核算的 不会影响到你的成本 所以呢不记入扣除项目 但是呢 不允许在肖像税额中 去抵扣的进项税 凡是不让你在肖像税额中抵扣的 那他就可以记入扣除项目 所以呢 提示大家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计算土地增值税的扣除项目中 包括了不得抵扣的增值税的进项税 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下难点的归纳 我们要从不同的转让标的来看扣除项目的差异 然后我们再从不同转让主体看扣除项目的差异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啊 首先呢 土地增值税的扣除项目一共有六项 我们马上回顾 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 适用于新建房地产转让和存量房地产转让 那么具体包括了地价款和获取时按国家规定缴纳的费用 比如说弃税 过户费等等 第二项呢 是房地产开发成本 适用于新建房地产转让 第三项 房地产开发费用 适用于新建房地产转让 那么房地产开发费用呢 我们在确定的时候 如果那个利息能够按照它开发项目计算分攀 并且能够拿到金融机构证明的利息可扣 但是不包括加息和发息 然后按照前边一二两项之和的5%以内计算 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 然后我们来进行扣除 如果不能按照它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 或者不能够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 我们只能够按照前一二两项之和的10%以内 来计算房地产开发费用 所以房地产开发费用根本不是按照你这个具体账面数 有多少管理费 不是这样的 它完全是用这种计算的方式去求得的 接着第四项呢 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适用于新建房地产转让和存量房地产转让 具体包括承建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要看提干 它的要求 另外印花税 印花税呢 房地产企业转让新建房除外 接着第五项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这个项目呢 适用的范围很窄 仅适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新开发房地产的转让 包括前一二两项之合的百分之二十 然后是第六项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 这个仅剩于存量房地产转让 评估价格呢 用重置成本价乘上诚新度折扣率 或者拿不到评估价格的 我们用购房发票所载金额乘以一加上百分之五乘上购买年限 接下来我继续给大家做分类归纳 继续分类归纳 我们要看不同的转让主体的不同转让行为来归纳了 首先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转让新建房可以扣除的项目 第一项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第二项房地产开发成本 第三项房地产开发费用 这房地产开发费用用两种方法确定 第四项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大家看清楚 这里只包括成建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看提干要求 但是在这没有印花税 接着第五项 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就是所谓的加级扣除 是前一二两项之合乘以20% 接下来是分类归纳的第二项 非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的还是新建房 可扣除的项目 一共有四项 第一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第二房地产开发成本 第三房地产开发费用 这个房地产开发费用 我们依然按照咱们前面所说的 它能不能按照这个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 拿到金融机构证明 拿到了利息可扣 但是不能扣加息和罚息 然后按一二两项之合的5%以内 如果那个利息 它无法计算分摊 或者它拿不到金融机构证明的 我们要按一二两项之合的10%以内 接着我们看第四项扣除 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这个税金由于它是非房地产开发企业 所以它可以扣印花税 另外还可以扣承建税和教育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能不能扣 看体干给你的条件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非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新建房 可扣除的项目和咱们前面 房地产开发企业新建房可扣除项目相比 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多了印花税 少了加计20%扣除的那个前边的第五项 所以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只有1234这四项 没有第五项 接着我们来看分类归纳第三 各类企业转让存量房 这是各类转让二手房 不管你是房地产还是非房地产 反正是用过的房子你转让了 可以扣除的是146 就咱们前面六项扣除146 第一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这个必须有评有据 如果题目中他没有提到这个相应评据 你就别扣 第二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只要转让的是二手房存量房 不管你是什么企业 你转让二手房存量房 印花税就是可扣 然后是承建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能不能扣 看题杆给你的条件 另外不能取得评估价格 而需要按照购房发票所载金额 来计算扣除时 能够提供完税证明的 可以单独扣除原买房时的汽税 原买房时的汽税只有这种 拿不到评估价格 按购房发票然后每年加计5%扣除的时候 原买房时的汽水才可以放在 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税金中扣除 接着就是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 这个评估价格用重置成本价 乘上澄清度折扣率 不能拿到评估价格的 按照它购房发票所载金额 从购买年度起至转让年度值 每年加计5%计算扣除 这样我们看第三类 各类企业转让存量网可扣的内容 我们也把握了梳理了 接着第四类 各类企业转让未经开发的土地 拿到一个土地转手 它没开发就转出去了 我们可以扣除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再有就是转让环节的税金 下面我们来看多选例题 以下项目中转让新建房地产 和转让存量房 在计算土地增值税增值额时 均能扣除的项目有选项A 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这个转让新房二手房都可以扣 选项B 房地产开发成本 这个转让新建房能扣二手房 选项C 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这个新房二手房 这个项目都涉及扣除 选项D 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 这个只有转让存量房二手房可以扣 新房不能扣 所以这个题目 转让新建房地产和存量房地产 它都能扣的是A和C 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一个教材之外的考点 就是纳税人转让旧房和建筑物的时候 因纳税需要对房地产进行评估 所支付的评估费用 是可以作为计算土地增值税扣除金额 来扣除的 这个咱们以前年度考过一个客观题 就考这个评估费用 它就是转让旧房和建筑物正常 然后评估 然后支付的这个评估费用 可以扣除 这是以前考过的啊 虽然咱们教材证文中没有明确这个 但由于以前考过 我们提示一下大家 但是呢 因为纳税人隐瞒虚报房地产成交价格 等按照评估价格计税的时候 发生的评估费 是不允许计算土地增值税时扣除的 所以呢 这点说的就是这评估费 是你正常对二手房进行评估 正常评估 这个评估费是可以扣的 如果你不正常的评估 就是纳税人违规情况下 咱们强制对它进行评估 发生的评估费 不允许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扣除 我们来看多选题 转让旧房计算其土地增值税 增值额是允许扣除的项目有哪些 这个就是咱们以往年度考过的真题 选项A 旧房的评估价格 这个旧房的评估价格 咱们刚才说146那个 第六项就是旧房的评估价 可以扣啊 选项B 支付评估机构的费用 在这你看说的 他没有说他违规 他直接就是转让旧房产 那么是可扣的 选项C 建造旧房的重置成本 这个呀是个陷阱 老一些同学说过既旧行有重置成本 这个不能选 因为咱们可以扣的是重置成本乘上 诚新度折扣率 不是完整的重置成本 所以选项C不能选 选项D 转让环节缴纳的增值税以外的各种税费 这个也要选 这是咱们以往年度考过的真题 我们要选ABD 各位学员 又到了我们的花间墙时间了 指鱼至善 这个学员说 在上海的疫情下 轻衣还没有收到 只能拿讲义凑合了 在这盆绿螺陪伴下 希望今年能借交借造 和各位考生们一起披荆斩棘 轻松过关 这是一个上海的考生 真的不容易 现在上海还在封控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轻衣快递好多是进不去的 但是咱们轻衣对于封控的地区 开放了电子版 所以我们在这种封控的地区 可以找东奥的特服申请 他给你发电子版 那么不一定非得拿讲义凑合 所以在这里呢 也是祝福指鱼至善 LW这个学员啊 特别不容易坚持在 这种疫情的困扰下 还在坚持着学习 同时呢 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考生 能够在今年披荆斩棘 轻松过关 学员朋友们 土地增值税呢 政策特别细碎 难度也比较大 需要我们顽强的学习 坚韧不拔 学员朋友们 复习备考辛苦了 谢谢大家